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中主教好 我是羅東 聖母聖天堂 我是王一鳴 我有一點小小的一個 算是一個疑慮 我們看到教會 就像您說的 我們的教友沒有成長 但是我們的堂區又希望 能夠不斷的發展 現在有幾個堂都已經開始 要擴大 要建堂 但是我們教友沒有辦法 如期的往上成長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我們在整個的 浮船的結構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我不知道我們的總主教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謝謝 這真的是很難回答的一個問題 來 我不能公開的在這樣的場合 來怪你不胡喘 對不對 那你也不能再怪 生物門都不工作 對不對 可是你如果 研究一下這幾年來 我們教會那個教宗的文告 跟他的詮譽 所有的那個動向是什麼 好像很重要就是 慈悲 宗教交談 跟不同的宗教要對話 今年十月要跟道教 明年要跟佛教交談 明年要跟佛教交談 為什麼要交談 因為想這個問題 你想想看 我們的十一住五行 我吃的 住的 開的車子 跟那個回教都是一樣 都是Toyota 吃的東西也差不多一樣 只是他的天主叫阿拉 我的天主叫天主這樣 就要打起來 我們不能容許 那個別人的想法 稱呼法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沒有交談 沒有彼此的諒解 沒有共同去尋找真理 是不會有和平的 沒有正義就不會有和平 所以那個交談 是非常 教會裡面非常重要的工作 這個交談 聖言會叫做先知性的交談 在一二十年前就開始推動了 這方面 然後慈悲 在亞西西的時候 方紀亞西西就開始推動了好幾百年 現在一個耶穌會的教宗在模仿一個 方紀閣會的聖人的精神 每天在講慈悲 所以我們教會的 那個動向看起來好像慈悲 因為交談 愛德這樣的工作 家庭 都好像擺在那個扶喘 讓對方成為 成為教友 好像比這個還要優先 我跟你交談 我們不是讓你相信我的宗教 讓你擁有我的信仰 真正的愛 真正的愛德是無條件的 無條件的 我愛你為了讓你來接受我的信仰 這個跟爸爸媽媽愛孩子一樣 我愛你就是要你聽話 你完全聽爸爸媽媽話 要什麼就有什麼 所以如果能夠有那個無條件的 那種愛 那個完全開放的態度 我跟妳在談我們的信仰 是像蝦子在摸像 把我們摸到的像拿下來分享的時候 那我們天主應該是像怎麼樣 就十個蝦子摸出來的像 也不是像 所以我們不斷在跟尋找 共同尋找天主的人在一起 在尋找天主 所以真理道路生命 是非常深的學問 你剛才問了說 能不能推廣更多的人 在台灣 在台灣 你想想看我們教友的結構 哪些人最多 從前眷村的不少吧 為什麼 因為阿兵哥 軍公教他們常常在移動 軍公教常常被派來派去 所以 當村長 鄉長的有沒有信教 沒有 他們都是每一個宮 每一個寺廟的一個主委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信仰這個宗教 如果要接受這樣一個信仰 你就開始要改變你的價值觀 完全不一樣 跟我們社會不一樣 跟我們社會不一樣 誰會相信說神品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天堂是你的 窮人是有福的 可是你能夠加一個不 來念這一句嗎 不靈敏人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 不神品的人是有福的 可能嗎 所以那樣的價值觀 不是每一個人可以接受 所以叫做小小羊群 所以 由我們 內部能夠加強我們的信仰 然後用我們的信仰來感動 讓對方來開始想 我要不要也擁有你這樣的信仰的時候 那叫做扶喘嘛 而不是表面上我花了多少麵粉 來幫助你 然後你就會信仰 不是 你現在做了很多愛德的工作 為了當然信仰 你的動機不純正 你的動機真的是不純正 我為了要讓你信仰 不對 所以 我想我現在想的是這樣的 說不定我們生活會不會有別的想法 或者知識有別的想法 這個 我們當中有沒有更好的答案 我不知道 那你有沒有看到 很多本堂每一年領洗三十個五十個 甚至一百個的 聖家堂為什麼每一年領洗那麼多 因為他們人多嗎 可是還有一些 像樹林也是很多 那些人是怎麼變成教友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拜會 拜訪他們的教友 或者他們的神父 還有那個天母 天母沒有人來 天母 為什麼天母會每一年領洗那麼多人 對 他們有他們的方法 可是你問我的話 我沒有辦法講出他們的方法 而且天母的教友很奇怪 你每次談到他們領洗那麼多人 每一個人都很高興 好像有很多話要告訴你 對 我剛剛去實定 已經聽到了大概五六個方案 說要怎麼扶傳 那我跟他們說 我現在還都不認識我的教友 我沒有辦法做這個 那我最基本的現在就是 讓我跟這一群老人家 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所以我想說 你愛他們 他們一定開心 那他們開心的時候 我們這一群老人家 走到那裡很開心的時候 別人看到的是什麼 開心嘛對不對 那我們慢慢的 把我們這個教友變成開心的 或者是別人的 更有信心的 會更像天父那樣慈悲 就是在家裡開始 我想這個 不要說 說有多少人數我不曉得 但至少我們已經讓這個天國 天主的國 天主的愛 在這個小小地方 已經慢慢的 給人家看得到了 那這個是不是胡轉 我就不知道 羅東來 不用太難過 我們台北教區 每一年領洗一千個人 你不會相信嗎 羅東大概比較少 可是我每次到羅東 都有人領洗 不是嗎 那羅東的神父 那個醫院的神父 或修士 或是裡面的 傳教士 去世的時候 那送兵的人是 一大堆頭骨這樣 很奇怪 那個愛德的工作 可以做到那個樣子 做到每五年 就把人家的帳單都燒掉 然後那個修士 醫生修士 要血有血 要錢有錢 自己不斷再輸血出去 那種 那種感動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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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完全的 完全的那個 那個投入 所以是 也是胡傳 時間到了 你們都要回家了 再來謝謝 謝謝 謝謝 小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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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謝謝